好,我們開始這個Photosimesis光合作用這一課 找回大家在IS或去年科科學過的一些植物 或者不單止是植物,例如一些藻類 它們是一些自養的生物,Optotroth 它們可以透過光合作用去製造到它們自己的食物 Photosimesis光合作用 植物透過一些很簡單的母機物質,利用光的能量 把它變成一些有機的物質,一個合成的代謝 過程中植物需要吸收一些母機物質,例如二氧化碳,水 利用光的能量,還有需要有醃綠素,chlorophyll 製造到它們自己的食物,一些carbohydrates 另外過程中也會有些氧氣的釋放 這條簡單的Word Equation去總結了Photosimesis的反應 但實際上其實光合作用是由很多很多的化學反應所組成的 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Summary 在這一課裏面下半部分,我們會詳細講述 光合作用裏面的一些化學反應 釋放出來的氧氣,回到空氣裏面 透過光的能量,在進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可以將它轉化成儲存在那些 譬如是碳水化合物裏面的一些chemical energy 醃綠素,在植物裏面 就會在一個叫做醃綠體,chloroplus 這個organelles裏面 在醃裏面最主要進行光合作用的地方 去吸收太陽的陽光 在空氣裏面拿到二氧化碳 接著由泥土裏面去吸收水分 接著透過那些sylum 混送這些水分上到百葉那裏 進行光合作用之後 製造到它們自己的一些碳水化合物 而釋放出來的氧氣就會走回到空氣的裏面 而在進行光合作用的過程裏面 一些中間所產生的一些product 植物亦都可以透過一些化學反應 將它轉化成脂肪和蛋白質 脂肪相對比較簡單 因為跟碳水化合物一樣 都是碳、氷和氧的原子所組成的 但要合成蛋白質的話 需要有氮、氮、氮等其他元素 植物需要由泥土裏面去吸收這些礦物質 例如一些nitride、ammonium 才可以合成到一些蛋白質 而進行光合作用的地方 主要在葉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的葉綠體 在裡面的細胞 這個也溫回葉的構造 這個在去年中四的時候都已經提過 我們將葉切開 一個橫切面 大家可以看到葉脈 那些wings 這就是葉裡面的葉肉細胞 上表皮和下表皮的外面 還有一層的角質層 Cutical 是蓋住了 可以減少水分的蒸發 另外 Upper Epidermis和Lower Epidermis 都是一層的細胞所組成的 這些細胞 你會看到它沒有用綠色去油 所以它裡面其實是沒有葉綠體 但當然有例外的就是 例如你看到 Lower Epidermis 這裏你會看到有一對 Gard Cells 你會看到是綠色的 因為它會有Colablus 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而這對Gard Cells 中間的就是氣孔 Stoma 容許這些氣體 比如氧化碳 可以由空氣 Defuse 去到葉的裡面 而通常的葉底 Lower Epidermis 那邊會多些Stoma 葉面都可能會有 接近上表皮的 就是山藏葉肉 Palaceae Mesophil 你看到那些Cells 是包得很密的 因為光通常在上表皮那邊照下來 所以有多些葉綠 多些細胞的時候 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是更加有效率 另外你看到它已經有了深綠色的 山藏葉肉的細胞 因為它裡面是比較多葉綠體 接著比較接近下表皮那些 我們叫做一些Spongy Mesophil 海綿葉肉 你看到它會排得比較鬆散 因為可以有一些AIRSPACE 去容許氧化碳 可以在葉裡面流通 另外你看到它有了淺綠色 因為它的葉綠體的數目 比山藏葉肉的比較少 好一點 接著葉綠 葉綠 這個葉綠的位置 這些是一些維管束的組織 Vescular bundles 裡面會有這些 沙林 木質部 用來運送水分和抗物質 另外 FORUM 印皮部 是運送一些光合作用製造出來的食物 好,葉綠體剛才提到就是進行光合作用裏面的一個主要的地方 有些什麼適應的特徵 令到葉綠體可以做光合作用 可以做得比較有效率 這幅圖你會見到就是一個 葉綠體的構造 你會見到其實是 好像一個袋裡 裡面有很多一層層的薄膜所組成的袋 另外外面也會有兩層的membrane包住了 我們形容回一個Double Membrane 兩層的膜 Ulter Membrane Inner Membrane 兩層的膜 包住這個organel 這個organel裡面 會有一些啫喱狀的液體 我們叫做一些基質Stroma 裡面會有一些不同的酵素 另外也會有一些 澱粉的果粒 在進行光合作用之後 那些碳水化合物就會被轉化成澱粉 然後在這個葉綠體裡面 會找到很多一些澱粉的果粒 另外 除了一些啫喱狀的液體之外 在這個葉綠體裡面 也都會有一些 一個個好像袋一樣的形狀 黃色的一些 我們叫做phylacoi 濾狼體 黃色就是一些 濾狼體 濾狼體 這些葉綠素 會在這些濾狼體的薄膜上面 你會看到濾狼體會一層一層的搭起來 它們搭起來之後 就組成了一些 我們叫做一些 一些 濾狼體 這個種數 濾狼體 我們把葉綠體 切開 回看 這些綠色一個個圓形 這些就是一個個的 phylacoi 濾狼體 它們會一個一個 搭起來 組成一些 我們叫做 濾狼體 或者這個種數 濾狼體 大約在一個葉綠體裡面 會有50個這些 Grandom 每一個Granar Granum 裡面會有50個 這些圓形的綠色 是搭在一起的 所以令到在葉綠體裡面 會有很大的 Surface Area 去pack更加多的葉綠素在裡面 另外 這些Granar 之間是會互相 是有些連繫的 所以可以允許在光合作用裡面 產生製造出來的 Product 可以在這些 連繫的地方 是運送來的 好 跟著我們會看 在進行光合作用裡面 有些什麼是需要的 這個是 form2IS裡面 會做過這些實驗 我們在這裡去重溫一次 首先第一就是 就是我們怎麼知道植物是有沒有進行到光合作用呢? 我們剛才也提到就是在進行光合作用之後 植物是會將那些碳水化合物轉化成一些的澱粉 然後儲存起來的 所以我們只要去試一下有沒有澱粉在葉的裏面 就可以知道植物有沒有進行到光合作用了 我們去測試的方法就是用一些IOD test 去試一下有沒有starch在葉的裏面 另外我們也可以試一下是否有一些氧氣釋放出來 因為在進行光合作用之後是會有一個oxygen的釋放的 我們也可以用一枝growing screen去試一下是否會有些氧氣的釋放 首先我們看看IOD test是怎樣做的 這個form2都做過的了 我們將一棵植物放在太陽下面去曬它幾個小時 然後拔一塊葉出來 首先我們要去弄死那些葉裡面的細胞 首先我們會在滾水裡面去煮它一分鐘 然後關掉分身burner 然後我們將葉浸在酒精裡面 因為那些葉綠素的顏色會影響我們去看那些IOD solution 那個result 所以我們需要將那些葉綠素把它弄走 那葉綠素就會融在酒精裡面 我們將那些酒精放在熱水裡面 讓那些葉綠素慢慢融入酒精裡面 然後拿一塊葉出來 那塊葉會變得很硬的 所以我們浸在熱水去弄軟它 然後將它放在瓷磚上面 然後滴一些IOD solution 看看它有沒有轉到深藍色 另外一個實驗就是 看看葉綠素有沒有進行到光合作用 看看有沒有氧氣的釋放 那這裡你會看到就是我們用了一些水草 Hydriller 然後將它放在一個beaker裡面 那個beaker裡面我們會裝了一些 稀色的一些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solution 那這些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solution 是可以令到水裡面會有多一些的 一些的二氧化碳可以給到一些植物 然後我們用一盞檯燈去照著它 放一段時間 然後看看如果那些水草進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會釋放了一些氧氣 這些氧氣就會走上去 這一支的test chip 那這裡我們就會收集到一些氧氣 一些的氣體 那我們再用一支goring screen 去試一下我們收集到的氣體 是不是一些氧氣 那接著我們去看一下 有些什麼因素在進行光合作用裡面 是必須的 那剛才提到 葉綠素 Clorophyll 二氧化碳 以及光 這三個的因素 那我們去設計這些實驗的時候 除了我們實驗的設計之外 我們都要做一個對照 一個control 去做一個比較 那那個experiment setup 就是有我們研究的那個因素 比如光 那control setup 就是沒有這個factor 比如沒有光 去給到一塊葉的 但是做這些的實驗之前 我們有一個步驟要做的就是叫 Destarch 這個脫澱粉 這個過程 因為 因為化葉裡面其實可能已經 之前是儲存了些starch 在裡面 所以我們先要把化葉裡面的starch 弄走 然後才可以去放化葉在一些不同的condition之下 看看在這些不同的狀況之下 化葉可不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所以我們一定要確定那些 我們如果在實驗完了的時候 發現那些starch 那些starch是真的在實驗過程裏製造 而不是之前儲存起來的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叫Destarch這個過程 Destarch很簡單 就是把那棵植物放在一個黑房裡面 一天最少 在這個黑房裡面 那些植物做不到光合作用 只會做呼吸作用 那在這24小時裡面 它就會用了化葉裡面儲存的starch 好 那第一個我們研究的就是 是不是需要有葉綠素 才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那我們沒有辦法 由化葉那裡抽走葉綠素 然後再看看它可不可以做到光合作用 因為你抽走葉綠素的過程 都會弄死那些細胞 那我們就會找一些斑葉的植物 Varigated leaves 那你會看到這個圖 在照片上面看到這些植物 你會看到它不是整塊葉都是綠色的 那有些地方不是綠色的 這個Coleus 羊子酥 好 那我們首先當然要Destarch 將羊子酥放在黑房裡面一兩天 然後拿出來 就在太陽下面照幾個小時 然後拿一塊葉 我們畫下葉綠素的分佈是怎樣 哪部分是實驗的setup 哪部分是control 剛才說了 有那個factor 即是有葉綠素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Experiment Setup 沒有那個葉綠素 這個factor的部分 就是control Setup 好 然後我們一樣做剛才的Iodine Test 一樣要浸酒精 好 接著第二個factor就是二氧化碳 當然第一步我們也要Destarch 那個植物 然後我們將兩塊葉 去用一個Chronical Flask去吸住它 其中一個我們就會在那個Flask裡面 我們會裝了一些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chemical 例如potassium hydroxide 或者soda lime 這些化學的物質 它會吸收了瓶裡面的二氧化碳 所以 沒有二氧化碳 即B這個就是control Setup 有二氧化碳這個就是Experiment Setup 然後放在太陽下面曬了幾個小時 然後再做一個Iodine Test 好 另一個factor就是光 首先第一步我們也是 Destarch那棵植物 然後我們用一些石紙或者卡紙 中間可以打多個洞 接著用來去蓋住那塊葉 有些部分是可以暴露在陽光之下 有些部分就沒有了 沒有蓋到卡紙的部分 有光接觸到的 是我們的Experimental Setup 蓋住卡紙的 沒有光接觸到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Control Setup 放在太陽下面曬幾個小時 然後拔一塊葉出來 去做一個Iodine Test 試一下是不是有光的部分 才會找到Starch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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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